在从日常生活当中 特别是人死缓解 要把那个不平的心摸平 这叫真修行 这叫真功夫 我们修净土的人 用什么东西来摸呢 阿弥陀佛 圣经 善缘 阿弥陀佛 逆境 卧缘 也是阿弥陀佛 到阿弥陀佛的平等了 都白平了 法子妙却了 所以阿弥陀佛你都会用啊 你也不会用的时候 你平常生活当中还生烦恼 你说你可怜不可怜 不会用吧 无论什么境界现前的时候 你起先动念 动什么呢 动起情无欲 动进去生烦恼了 一句阿弥陀佛 一句阿弥陀佛 通通归到阿弥陀佛里去 把那些烦恼吸气 一扫耳光 这叫真会念福 这叫真意修行 这叫真会用功 一定要保持身心清净 你就健康长手啊 清净心 生智慧 不生烦恼 你才能解决问题 无论是你自己的问题 家庭问题 你们公司问题 社会问题 通通是清净心 真能解决 你每天忧出你烦恼的时候 那是决定不能解决的 越是做大事 行越要清净 决定不算烦恼 你的事业 哪有不成功这道理 是经题上好啊 清净拼正确 这是因的 古报是什么呢 上半部大臣 大臣是智慧 大臣是大智慧 无量寿 庄严 无量寿 无量光啊 庄严是美好啊 我们今天讲的真善美 是庄严 佛家讲庄严 大臣 无量寿 庄严 从哪来的 从清净 平等 就来的 绝了 大臣就出现了 平等了 无量寿 清净的 或者庄严 出现了 你是会修医人 你就会 国报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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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